Hello 各位好 我是国外 不是哥们 黑神话是真好玩吧 虽然这时候很多缺点和不成熟的地方 但我觉得已经相当兔色了 玩起来是真上头 但是我上周就没更视频 再不更就不太好意思了 所以我忍痛关掉了黑猴 在开学典礼上把玩玩干完了 求点三连家人们 上个视频里面有VO的一些失败历史 今天咱就扩展一下这个话题 来盘点一下五个想法很好 理想很丰满 但现实却不是那回事的掌机 当然肯定也没总结权 也欢迎大家随时补充你的想法进来 第一个 索尼在2009年推出的PSP第四款机型 PSP GO 众所周知PSP这个掌机系列 在全球范围内 尤其是国内 都是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战绩和知名度的 虽然在销量上还是只有NDS的一半左右 但第一次做掌机就能从任天堂手里抢下这么大一块地盘 已经没法要求更多了 可能是前三代PSP机型 PSP1000 2000和3000的销量已经让索尼比较满意 所以在最后收尾阶段的两款改版机型设计上 就比较放飞自我 其中一款就是今天要提到的代号N1000 也就是PSP GO PSP GO单论设计的话 其实是非常理想的一种掌机设计 也是很多人心目中颜值最高的PSP机型 甚至哪怕把范围扩大到所有掌机里面 PSP GO的外观都能排得上号 黑白两色都使用了钢琴漆涂层 改机的工艺更不容易掉漆 整理采用滑盖造型 按键和摇杆嵌在下半部分 体积小小 极其便携 是一款形态非常优秀的掌机 但是这种形态的缺点呢 首先就是导致了手感不佳 不管是握持手感还是小摇杆的滑动手感 都不用和手柄比 就相比常规PSP机型来说都要差很多 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 PSP GO把插游戏光盘的地方 也就是UMD光区给删掉了 这导致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很多PSP老玩家 积攒下来的游戏盘都不能用了 有再多盘你插不进去有啥用啊 虽然PSP GO内置16个GB的 在15年前可以说是巨大的存储空间 毕竟当时一张4个G的记忆棒 都要两三百块钱 专门让玩家装数字版游戏 而且索尼后来推出了 给UMD实体游戏购入数字版本 可以打着的优惠 但还是改变不了UMD光盘玩家 要再买一份相同的游戏的事实 第二个问题是针对分销商的 在国内的话 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很明显 但在UMD光盘销量比较高的地区 每卖出一台PSP GO 也就意味着分销商失去了 在这名PSP玩家上 赚取后续销售UMD光盘的利润 总之就是对于一台纯数字版的涨机 在2009年推出还说得太早了 当然PSP GO也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就是它支持PSP游戏的断点重连 可以中断游戏 去用其他的功能 不会丢失游戏进度 在当代游戏机上 实现当代游戏的即时存档 和恢复功能 其实还是很稀少很难得的 总之就是卖的很少 后续的几种颜色 比如黄蓝 也都没有P量发售 只留下了几手量作为样品 第二个NGP 在掌机历史上 其实有两台叫做NGP的掌机 第一个是索尼PSV发售之前的代号 现在去百度上搜NGP掌机 第一个蹦出来的还是PSV就很难蹦 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之一 全称NeoGeo Pocket 缩写而成的NGP 是SNK 一家非常有名的格斗厂商 在1998年10月底推出的一款掌机 在当时市面上最火的掌机 还是任天堂的GameBoy系列 尤其是在1996年初代宝可梦推出后 GB更是以燎原之势 焕发了第二春 占据了掌机市场里相当高的份额 GameBoy能成为经典的原因有哪些 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最突出的两点自然是优秀的游戏阵容 以及低功耗长续航 在90年代的一对对老虎里面特立独行 更加符合掌机原本的定位 相比GameBoy的其他竞争对手 SNK显然要更大聪明一些 吸取了GB成功的正确经验 首先SNK有自己的一套 稳定且知名的格斗IP 所以只需要设计一套专注格斗游戏 功耗低续航长的黑白屏掌机 岂不是无敌了 放到现在来看 至少对于前半句话 SNK是成功了 而且确实做的相当不错 我个人是不太擅长任何格斗游戏的 所以询问了不少格斗老灯的看法 NGP确实是市面上最强的格斗掌机之一 但自己做的好确实还不够 你还得看看别人要不要你好 就在NGP预定发售日期的前7天 任天堂公布了GBC C是啥 Color NGP有Color吗 诶 没有 同样的低能耗 同样的无背光 但人家是彩屏 这下完了 计划没有变化快 本来打算先吸引一波自家格斗玩家 再进一步争取破圈 GBC这一类 只能说先保全自家玩家就算胜利 后续可能是GBC给的打击太大了 SNK在掌机上确实有点昏招品出 在NGP表现不尽人意之后 在短短半年后的1999年中 SNK就发售了NGP的改版机型NGPC 加入了彩屏 推出了一大堆彩色游戏 但这些彩色卡带是不能反差回NGP上的 不是 我买NGP已经够给你脸了 半年换代被刺我也认了 但你这完全不让我玩新游戏是怎么个事 所以说还是不能让人牵着鼻子走 SNK做的其实没啥毛病 就是完全陷入了任天堂的节奏里面 这样注定是很难有成果的 第三个 3DS 我朋友可能会说了 3DS呢多牛逼啊 怎么到你这成了没人买账的机器了 确实我的说法有点不准确啊 更准确的来说是3DS的3D功能 这个罗眼3D 在任天堂的所有机器特色里面 算是偏噱头而非实用的那一个 我知道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朋友 非常喜欢罗眼3D 而且一直开着 但对于更多人来讲 可能就是买来3DS当天开了下3D 之后再也没碰过 其实没用也不要紧 罗眼3D最大的问题 是在没有太大使用性的同时 还让3DS本身付出了不少代价 罗眼3D的好处呢 新奇沉浸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精细画面的分辨率 但缺点有使用条件严苛 必须在特定角度和特定距离上 才能观察到 这一点直到初代3DS 发售三年后的2014年 伴随new3DS人脸追踪功能的推出 才解决一部分 然后是导致了画面素质的下降 一方面是清晰度 为了实现3D功能 3DS的屏幕像素 并非常规的正方形 而是偏向于长条形 也造成了3DS上屏的横纹 非常严重 在没有3D功能的2DS上 就没有这个问题 屏幕素质也会稍微好一些 第二个问题就是 屏幕整体发挥白 这点可以用同时发售了 3DS版和Switch版的 怪物雷人叉叉来验证 Switch版的叉叉和机油 长期被人略为诟病的一点 就是色彩饱和度 好像太高了 仍在3DS的屏幕上 色彩就正常了很多 总之没啥实际作用 影响表现发挥 以及任天堂自己都推出了 2DS和新大2 这两个不带3D功能的3DS 也注定的裸眼3D功能 陷入了尴尬境地 3DS靠着独特的游戏阵种 和双屏设计 放在今天也很能打 但3D这个功能设计的失败 也是坐实的 3DS讲完了吗 还没完 第四个我要专门考打一下 New 2DS LL 也就是3DS系列 在2017年5月推出的 比Switch还有玩的一款机型 新大2 这个机器可以说是 任天堂恶意的集合体 刚才说的三个例子 可能还是厂商想的挺好 但真拿出来之后 发现不是那个事 新大2是厂商 直接主动把敷衍和嘎酒 在斜脸上了 加上我第一台全新3DS 就是买的新大2 所以还是有很大的 私人怨气在里面的 大家理解一下 也容许我进行一波爱的吐槽 先讲点好话 新大2这个圆角 加幻色包边 加外轴翻盖的设计 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在基础的换色款式以外 有许多款独立改模 而非单纯换壳的限定机器 比如有盾牌浮雕的 海俠盾限定 A面有一个 能按下去的按钮的 精灵球限定 每个香酥块 高度都不同的 MC苦力帕限定 有个银色圆润 突起史莱姆的 勇者斗欧龙限定等等 但是好看归好看 新大2是真的 一点都不实用 作为一个掌机 在这方面是完全不合格的 首先新大2的 这个塑料材质 乍一看挺好 但其实非常脆弱 加上地面 并没有脚垫凸起之类的 防刮防滑设计 如果不套壳 不贴膜 加上不注意 用几周就会产生大量划痕 然后在设计方面 轴非常松 加上轴在机身外侧 也无法设计 缓解松轴的连体壳 C面与轴相连的位置 以及地面麦克风 旁边的外壳材质非常脆 这俩地方很容易产生裂痕 质量不好 爱坏就算了 最忍不了的是 坏了也不好修 几乎无法无痕拆机 换件难度也非常高 最搞的一点是 新的2的品款和配件 都是随机的 我记得大概是两年前吧 我和一帮群友 在我那个群和3DS群里面 讨论过一个问题 就是新的2的上屏 到底是什么材质 当时很多人都拿机器验证了 当时那个很流行的说法 就是新的2用的是 老大三的库存TN屏 直到有位群友 讨到了一台上IPS的 无拆无休新的2 给大家都干沉默了 作为一款以轻库存为目的的 3DS的型号 任天堂确实做到了 但对我们玩家来说 尤其是像我这种 NID和数字游戏 都在新的2上就很难受了 像护着一颗定时炸弹一样 第五个 我想提一下 VU的难兄难弟 PSV TV 虽然这货本质上讲 完全是个主机 但毕竟是索尼PSV掌机的 一款冷门改版 而且爆冷的原因 也和掌机息息相关 还是把它放进本机识别里了 PSV TV是PSV在2013年 推出的第二款改版 定位是用来玩PSV游戏 发挥PSV功能的 超级迷你小主机 但问题就是PSV是掌机 而且加入了很多 非传统的输入功能 比如触摸屏 背处 六轴体感等等 改造成主机 非但没有增强画质和帧率 反而因为缺少触摸和背处 无法有玩很多PSV游戏 大家还记得 PSV1000上面的 那个神秘接口吗 根据开发文档 和残留的PSV展示台 目前倾向于基本可以确定 该接口用一种 特殊的线材 进行视频输出 这个功能 在PSV1000上被砍掉了 然后在一个专门的主机上 给了一个通用的HDMI 你说这是图啥呢 同样 PSV TV 涮流PS3和PS4的功能 也比较幽默 人家掌机串主机 是为了拿在手上玩 你这主机串主机的异优势 总之 这个是真没人买账 总共卖了18万台 2016年就停产了 甚至索尼还把它的名字 改成了PS TV 似乎是想要和PSV撇清关系 可能是丢不起这人 PSV TV 在一段时间内 曾经我管卖不出去 只能200块钱一台清仓的黑历史 但事情的转机 发生在大约2018年左右 PSV TV停产和PSV 被权限破解之后 因为当时没有可用的PSV用理系 PSV TV不仅本身价格极其低廉 而且自带一具内存 可用于折腾破解 加上机身刚好有一个USB接口 可以外接存储 完全不用买贵的要死的PSV原装存储卡 所以突然成为了体验PSV游戏 最划算的方案 本就不高的损失量 被快速消耗 价格迅速起飞 最终就变成了 今天这样五六百一台 消耗权七八百的状态 好 吐槽归吐槽 今天的各种评价可能不太好听 但我也想说 这个世界上需要有失败 才会有一只对应的成功 除了某些故意恶心人的极个别案例 这对不点名啊 其他的如果我们换种角度 也可以说这些失败的想法 是勇为人先的设计 不管最后的结果怎样 至少继承和创新的精神值得肯定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 订阅链加关注支持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是伯恩 下期再见